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 very, very big GPU 很大很大的GPU到底长怎样? 在被视为是科技趋势风向球的辉答GTC年会上 黄仁勋亲自发表了下一代的杀手级AI晶片架构GPU Blackwell 手中的Blackwell踩台积电4奈米 性能可以达到前一代GPU Hopper的30倍之多 黄仁勋系数Blackwell的强大推论模型性能 仅扣一个关键字就是生成式AI 高效的晶片运算是为了支撑生成式AI的发展不设限 那现在AI在各个领域到底能用到什么程度? 回答的前道影片先给了答案 从协助盲人的智慧穿戴到自动驾驶 NVIDIA大秀生成式AI成果还包含这一项 用AI看天气还让全部人看见台湾 用于Cordiff的超级迹象像Chanthu 可以从25km到2km的预定 能够听得懂指令动作和回应 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或许不是梦 NVIDIA推出的Project Group 就是让机器人学习理解自然语言 透过观察人类动作就可以学会一些基本的行动 让机器人就像我们的生活管家 而这一批机器人大军还跟着黄仁勋一起亮相 挥达在发展AI机器人上不止如此 还推出了机器人专用的AI大脑 Jason Soar 探头探脑的自己走上台 这两个小机器人就是黄仁勋的特别来宾 感觉起来就像听得懂人话 而他们就是由Jason Thurl来驱动的 而这样的机器人不光是萌 在生活和产业上都大有可为 像是有能在仓储物流使用的搬运机器人 或是能在生产线上的机器手臂 都比以往更精准流畅 另外还跨进了生技界 能够用AI快速扫描蛋白质结构 过去新药研发动辄5到10年 有AI协助可能缩短到只要一年 生成是AI的未来是不设限 但是规答在GTC年会上面展现的是硬体晶片到软体开发大通包 持续在AI引领趋势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